今天的流程是一个小时的讲述方小时的回答问题 方小时的进步 实战 越是能够融入生活和工作的 范围越大 这种理念、心理、参与方式 越符合我们目前 人类的需求 因为我们已经抽出 不能够一年抽出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来私院 来学习了 没有这样的时间 只有把这个谈文化给人分解开 完全地融合 融合在我们生活、工作里面去 才能真正意义上的落地 这一年下来 我除去这一年下来 有非常大的损失 因为东华寺的平台太大 我丢掉了几十次的锻炼的机会 这是非常大的损失 丢掉了几十次上师讲课 我对我心心灵的加持进化和提升 但另外的收获 就是我在世间经历了很多在寺院见不到的人、事、物 经历了很多 越经历这些 我越加认可 越加深刻地体会到上师讲的 以人为本 这个修行的根本里面 很多人以为以人为本的只是一句话 东华寺的一句话 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怎么样?尊重人、包容人、服务人 就是这么几句话 有哪个人深思过呢? 有哪个人深思过呢? 以人为本 我们也是人们 首先你要问自己 你找没找到你这个人的本 如果你找到你这个本了 你才能够对外去服务人、尊重人、理解人、帮助人 如果自己的本都没有找到 是一个无知的人 就是我们通常讲 这个人很愚昧、很无知 看不清自己 是一个昏了头脑的人 就如同前两年 师父经常骂我们这些只是昏了头脑的人 现在是真正的认识到了 昏了头脑的人 你不要看我现在跟你讲 依然是一个昏了头脑的人 你们觉得是清醒的 看跟谁比 跟上师比 的确是一个昏了头脑的人 和佛比和人家那些成功人士 更是昏了头脑的人 我们很多人都认为 我已经了解自己了 当你这样认为的时候 说明已经化地为牢了 真正的了解自己是没有结束的 也没有说我即可了 我已经彻底的了解自己 当你这样定位 这样的意见 你的头脑已经给自己贴一个标签了 没办法进步 人类是不可能彻底究竟的了解自己的 在不断的学习 一直在学习 一直在了解的过程 以人为本 这个本 你问问自己 我现在这个人的本是什么 可以问一问自己 学佛之后 是不是工作也不想做了 生活也一塌糊涂 家里的事情 不管我的事 我要开悟成佛 那这样学佛的话 我们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造成的结果是什么 以人为本 首先就问自己的本有没有定准 一个能够把自己定准位的人 就是过去的一句话讲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 你是一个知命的人 才能真正的把自己位置定准 直到今天 我给自己 看自己啊 回过头来看自己 依然没有找懂位置 依然是这样 为什么 我能讲出这样的道理 还不能够准确的给自己定位呢 虽然我明白了这个道理 但是我的智慧心不够深入 发现不了自己内心深入的动态 这就是残的功夫 我们如果想更深沉的了解自己 一定是要不断的宁静 宁静 专注 忘了宁静 深入残的核心 才能够撤见我们内在的需求 有的时候我们的行为的需求 和内在的动气是不一样的 自己不知道 我发现我外在很多行为 和内在的心是不一样的 你说多可恶 很多时候很多人都是这样颠倒风险 在自欺欺人的本身不知道 这不就是无名吗 以人为本 可以说这一堂课足够了 如果做的话 我们在座有的人已经做到了 有的人做到了30% 40% 50% 有的人还没有找到这个本 没有找到这个本 没有找到这个本怎么样 现在找也不迟 先把自己的本找到 我是个和尚 我的和尚本在哪里 我是自愿的执事 我这个执事的本在哪里 我是家庭的父母 我的父母的本在哪里 我是人的本身 人的本在哪里 人的本在哪里 很多人都讲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 谁都会说 我们要深入地去抛袭 理解 吃透的 上师师用了 三十年出家 七年闭关 四年佛学院 上万头课 十几年见自安生 浓缩的一句话 怎么可能我们听到就会了 怎么可能 那是简直是玩笑的 你如果一下子听会的话 那说明你的跟庆 要比上师还要立的 那余下来我要向你参学 真的向你参学 我觉得上师这一句话 首先我们能够读懂 读懂 叫做文思修入三摩地 文思修入三摩地 先读懂 之后定准位再出手 一出手 一环套一环 一环套一环 我们已经建立了这个本了 建立这个柱子了 不会偏了 不会偏的方向 所有的出手就不会错了 如果还没有找到这个人的本 我们所谓的尊重人 服务人 理解人 那是很飘的 很肤浅的 我们所谓的理解 都停留在情绪的层面 不是真正的内心 拿出自己的心 我的确是尊重人 理解人 包容人 不是真正的拿出心来这样做 而是停留在妄想上面 情绪上面 做得很假的 稍一考验 圆形毕露 你不是尊重我吗 怎么我骂你几句 你现在就不尊重我了 就这么简单 究其根本原因 首先是我们没有把人的位定住 定准 如果你定住了人的位 定准了人的位 那自然外在的 服务人 包容人 理解人 这些通通都能够做到 真正能够落地的 而且一定要这样做 不这样做是不可能成佛的 我今天可以大压不惨的 跟大家这样交流 是绝对不可能成佛的 想成佛一定做到以人为本 服务人 尊重人 理解人 我们想理解尊重服务人 你问对自己服务了多少 对自己尊重了多少 认可了多少 如果我们内在能量是不平衡的 是纠结的 内在是不平衡 是纠结的 是颠倒的 我们无法做到对外的平衡 只有内修 内政才能外延 外设 自立 才能利他 利他用不自立 天下的事情不存在绝对的自私 不存在绝对的利他 是辐射全方位的在展现一种道理 一种智慧 或者叫做一种残文化 残修实战 我先前讲的这个内容 能够真正入心的 根据我的经验 我初期也讲了几十堂课 残修也有十 七八四这样 闭关 两个堂闭关 我发现一个问题 能真正把另外一个人的话 听到心里面 听懂的 万里挑一 千里挑一 百里挑一的 这为什么会这样 我就一直在反省自己 是不是自己的德行不够 为什么这么多人我讲完 我讲的要吐血 为什么 听不懂 没有听进去 一转时就忘掉了 依然是自己的惯性思维 为什么会这样 我就坐在这个闭关室里自我反省 一直在自我反省 为什么会这样 我想在座的每一个人内心当中 都有答案 一个人想听见 想听尽另外一个人的话 真的是千难万 如果听懂了更是千难万 我们都在听上师开示 十几年下来 试问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问一问自己 上师的法真正的听懂了吗 有没有真正意义的落地 如果真正的落地 一分两分三分 我们在座的通话长驻 均是法师 那绝对是了不起的 绝对是了不起的 当分享的时候 我就没有带着希望的心 希望你们听懂 希望你们听进去 我只是尽我的指责 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师父常住 各位法师交给我来 慈悲我 让我在上面 匕首画脚的 那我只是尽心而已 后来残修讲科 就是这样 先前 一干没有听懂 没有理解 内心是很暴躁 生气 发脾气的 为什么我随时带个枪把子 十几次下来 我真打人的 真打人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打下仇人 打下仇人就不好 真的不好 当通过一段时间 一反省 发现不是这样 还是自己没有做好 如果你真的用心了 百分之百用心的话 凡是有心的人 他一定能够接收到 至于接收到多少 取决于他目前的状态 他的心门有打开多少 打开多少 动工我还想把动工一些 到底介绍一下 残修的方式方法 概括的几个方面 讲给你们 我不做总结 你们去做总结 听懂了 是大家的福报 没有听懂 说明我没有 把这个东西讲明白 我还要反复地去沉淀 去反省 应该怎么样更好的 阐述大家 才好 莲花是动工法文 进工法文 有的人一直在坚持 我们的道具法师 今年七十岁 七十岁 身体柔软的像面条一样 我们现在好多人身体 都像木头一样 甚至像钢筋一样 像钢筋一样 木柜一样 能怪谁啊 上师的动工已经传了好几年 遇到了你不学 说明自己没有福德呀 只怪自己没有福德 真正好的东西 不去实践 不去落地 不去做 我们现在如果明白这番道理 真正明白 动工的好处 能够回去坚持做 导入你的系统 你的团队三十人 你导入四十人 导入五十人 导入 在烟台有个局势 他把整个动工导入的系统 上百人在坚持练 这样他不练也不行吗 你做带头人 你都不练 我们干嘛练 他一点练 导入他的系统 动工是太好了 太好了 首先能够给我们带来健康长寿 打通我们的七星八卖 这是最低的标准了 如果更高的标准里面描画的境界 你们可能 有的能够想到 有的能够知道 有的 真的不可思议 这个动工原来是这么好 真是可惜 我三年都没练一次 可惜也没关系 这话接下来还没有行动力 人类有两大恶行 一是懒惑放逸 一个就是喜欢占便宜 总是你们今天全是来占便宜的 真的是这样 如果你们没有所获 也不所获 你永远不会来东华寺 如果你这个 八残 实战 训练营 如果对你们没有好处 你们不会来的 我说的是很真实的话 可能你没有这样的想法 我不是来占便宜了 我是来到寺院捐钱来了 捐钱 捐钱也是占便宜 因为捐钱之后还有无量的福德 可能 可能 所以我们了解了人性 一个是占便宜 一个就是懒惑放逸 懒惑放逸的结果是啥 就是痛苦 勤劳如果变成我们的身体 健康长寿绝对保障 我把东华寺整个理念一步一步 给讲给大家 我希望你们真正发心 做教练手 能够传播东华寺 讲东华寺 实践东华寺 将来你就是一个行菩萨道的人 在阴地上成就果地上的品德 这是多大的一件便宜事 我今天明白了这个道理 所以我就发心做教练手 我没有挣的果位 没有挣的上师的果位 但是我在阴地上 我在窃心 失误闭关七年 犯了那么大的折腾 我几乎我在阴地上 我这样折腾 将来也能够获得那个果啊 我希望真的是能够发起这样的心 佛法需要每一个人去参与 每一个人去实践 而且这样做对自身 是百倍十倍千倍成长的速度 是真是这样 如果你不信 你就评详大师 评详小和尚 评详小和尚 周边的人叫我大师 都叫中毒了 结果把这标签贴在自己身上 好在警觉的快点 评详快点 评详小和尚 今天不妨我就上他当三个月 我回去实践一下 做三个月的教练手 哪怕我不会拿冬花禅的动工的光盘 上师的毒经济 东花禅 这个整个那种 我一点点分享 一点点大家一起练 你是带队的 也就是个带队的人 你去练三个月 你回过头来 你一定会感恩东华寺 不需要感恩我 感恩上师 感恩东华寺 我们接着讲动工 就是希望我们心里边注入这股力量 把自己变成阴地的菩萨 行持获得果地的果位 莲花生动工法门分七个动作 二十分钟每天 早上二十分钟 晚上二十分钟 就足够了 你说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 这个理由永远都不要提出来 永远都不要提出来 你一辈子时间谁给你掌控吗 是时间驾驭你还是你驾驭时间 是时间规划我们 还是我们来规划时间 凡是其中没有时间的人 我觉得他很幼稚 我对他笑一下 我说来吃鸡子 我对他笑一下 怎么可能没有时间 时间是你自己来规划 你的一生时间都属于你的 就看你怎样规划 规划好了 家庭的责任也尽到了 团队的事情也做到了 自身的品德也展现出来 自身的禅修功夫 禅定功夫也落实落地了 一举多得 他多得到已经说不出来了 所以说一举一件双雕 我觉得一件双雕 这个词应该删除掉 删除掉 它不够完整 佛的理念 禅的理念 是一件已经把所有的雕都射掉了 这就是你核心的认知 你核心的认知 改天我再给你们讲 认知的高度 人生的高度 广无深度 这个话题 改天再讲一件 今天接着讲动物 动物功有几个口诀 不知道有没有背的 观音请圣心门开 哎呀 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非常感动 之前我也没有悟到 我也没有悟到 没有感受到练动物功 它里面有这种作用 也就是说练动物功 我们没有怎么样去残修 已经把心门打开了 心门打开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和佛菩萨 一下子就接通风 和众生一下子就融为一体了 心门打开 多重要 人都知道要阳光 要把心打开 我们也打开了个心 打开了个心 打开了韭菜叶的一点点缝 得一个眼看 这个心打开了一点点缝 我们的心要全方位的打开 对上要打开 左右要打开 前后要打开 对下要不要打开 多少人在藐视那些乞丐 在藐视那些贫穷的人 在藐视你自己的员工 你说你的心门对下打开了 没有打开 多少人在抗上抗上抗上 对上边领导 你的心门都没有打开 就打开 他发脾气了 你们要认真听了 我们认真听 这个相伴可能是要飞过去 观音请圣语 心门开 来 接通天地 菩萨来 多有力量 你们都没有反应啊 菩萨本来没有来去 只因为我们一练动工把心门打开 菩萨就来了 因为菩萨本来就在 应该说菩萨显现了 但是为了这个语句对称 只能说菩萨来 和上一句合哲押韵 听起来很碎儿的 容易记住 就这样说 这是菩萨动工的口诀 先鹤展翅 飞起来 飞起来 面带微笑 情满怀 你这样练 你看看 这个什么效果啊 脸抽着 哇 东西捞紧 比我这脸还要长 所以 第二个口诀 情满怀的人 就是人人欢喜的人 情满怀的人 他的内心是非常丰富的 他已经经历了 人生的大波 大风大浪 大气大落 内心充满了情绪 充满了情感 走到哪里 就是一个爱的使者 爱的传递者 他才能够情满怀 练第二个动作 后边的动作不用练了 已经和观世音菩萨 普贤菩萨 温书菩萨 平起平坐 哎 就是 这么简单 何处将翻龙潜藏 每一个人的生理能量 这个能量都是一个龙 你降服不了他 他就降服你 我们就变成了这个龙的奴隶 生理的这个欲望 它是广义的 一个是代表我们 男女的这个生理欲望 另外一指 我们对财色名利的占有 贪欲 这都是一股能量的堕落 能量堕落了 就变成这些 龙潜藏 何处将翻 龙潜藏 这一个动作 把生理能量这个问题解决了 何处将翻 龙潜藏 下一句是啥 日出 日出东方 月更白 这是描绘我们内在 内在的一种境界和状态 我们练功之后 大家有没有心意练动物 接下来 有的 能坚持几天 应该勉强自己练 强迫自己练 三个月之后 由勉而安 凡事都是这样 我们今天有青岛的居士过来 今年是六十多岁 它就是强迫自己练 基础到我们冬华禅 我还没有给它讲冬华禅 这个动工的很多好处 它为什么强迫自己练 它本身是做一些 它本身是搞艺术的 它已经呢 就是能接通用能量 一练非常相应 能够感受到动工的好处 所以现在即便很累很疲劳 每天保证两练 坚持练 我说 这两天忙完 带他去见一个倒计师 倒计师练一练 让他有这种信心 六十岁练 练十年下来 身体也会柔软的 像手板面一样 柔软 动工下面的几个动作 我就不多介绍 介绍完之后 以后就没有东西给你讲 如果你们真的想知道下来的口诀的话 那是必须要供养上去 供养完 上次给你拿纸条 此句是以供养我一毛钱 好了 我教你一个字 这一个小时进门就讲这么多内容 接下来半个小时时间留给大家 你们千里万里来都不容易 都是想通过残 得一个大的困惑 我一下子 我就七天两天半 开个大窝回去之后 哇 我们都不都动成 可以跟你们半个小时的时间 把你人生的困惑 家庭的困惑 残羞的困惑 框框面面的困惑 都留在这里 我能够回答的很好 我回答一下 回答不了的我记下来 回去查查大浪经 之后我和你对接 一定好好给你回答的 好不好 有疑问可以直接说的吧 可以直接说 哎 嗯 他一眼 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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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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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会觉得是知诱或者是少一点吗 或者这个欲望 自己知道有的时候是忍不住 或者做不到是什么原因 或者我们才能够记住 因为已经收到的这个 人的身体的欲望 或者是看到知诱的这个欲望 忍不住做不到 那就吃 一个人如果能够有一件事情 把你的心算住 这一件事情能够让你忘卧 能够让你钻住 你所有的欲望都是好的欲望 所有的欲望都会顺着你这一个方向 往上升卧 之所以你这个欲望降伏不了 那个欲望也降伏不了 欲望太多了 千个欲望万个欲望 你不可能没有欲望 人是不可能没有欲望 欲望的生活 就是我们修行的资本 修行的资料 你怎么样给自己导入一个能够一专一追求 万我投入的一个事 这是你一辈子 或者你这十年想要的事情 想达成的事情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如果天下都找不到你这样的事情 你怎么转变呢 没法转变 因为你的能量是散的呀 散的 见到肉就想摊肉 见到肉因为你没有这个定位 你见到肉的时候就投入到肉 肉上边来了 见到美色的时候 你的心跑到美色上去 这股能量就会随着你的欲望 飘来飘去 飘来飘去 就像仙女一样 我不知道这样说 有没有听懂 一定给自己树立一个主干线 你最深沉 你最想要的这个东西 哪怕这十年 你最想要钱 拼出命来 你用身体工作 是一个尽头 可做可不做 哎呀 今天累了 我不做了 身体不说 我倒一倒 用身体做 就是这样 那用心做 凡事 哎呀 要用心 凡事追求个完美 处处求个尽心 我样样 我都要 亲力亲为 这用心做嘛 如果用命做是什么意思 用命 用你的生命在做这件事情 那上师这几十年下来 就是在用他的生命 打造冬花禅 研洗冬花禅 研洗佛祖一脉 是用他的生命 我们没有体会到 有位上师哥和我们一样 不痛不痒 所以有欲望不可怕 可怕的是我们的心 没有激动焦点 选择好方向 没有你真正想要的东西 一个人如果真正有想要的东西 这就是你残修的功课 你赚钱这十年当中 是否要为人处事啊 是否要改方案 定系统啊 是否要一件一件的事情去做啊 这做过程当中 你就要调整心态 摆正身体 要调整方案 提高认知度 提高思想境界 不断地调整不断地修正 这不就是残修吗 十年下来发现 哦 我变成一个残者了 你没有接触到残 变成了一个残者 这是世间法的实践 最成功的案例 没有遇到宗教 没有遇到佛法 而通过世间法 十年下来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 充满了正能量 传递智慧 传递思想理念 给大家展现一个成功人士的品质 直接达到一个残者的层面 你的问题就回答成功了 你的问题就回答成功了 可以这样说 可以这样说 我们回过头来问一问自己 你的目标和根本有没有定 如果定了 这个定力稳不稳 是否一有外在的姻缘就飘了 一有外在的事情就没了 定力够不准够不深沉 我们是否付出全部的力量 为自己的这种人生目标 人生定位去努力 去奋斗 去争取 去残修 咱们一起的残修理念 你们 我们 你们 我们 是一个 将来都成为了 社会的精英 社会的正能量的人 社会的成功的人 方方面面能够给人展现一个 如同太阳小太阳一样